我邀请他 他二话不说就答应我 然后他和我应该是差不多年龄 还蛮年轻的 所以他在家里 基本上他的家里家族 是从事传统生意的 传统生意的是做那种 蛋糕吸饼原料批发 他有零售的 已经超过30年了 所以他的家族就是做生意 做了超过30年 可是他就不想要被绑在店里面 不想被绑在店里面 所以他就去中国读书 然后去外面打拼 然后有从事过餐饮业 然后有进出口贸易 有做过淘宝 但是因为没有很多的知识和系统 这些knowledge 所以他经过很多次的挫折 就是生意经过很多的挫折 可是他还是相信 真正要赚大钱 要有一个经济独立 一定要用我们的脑袋来赚钱 思考决定我们的行为 所以在2012年的时候 他很低潮的时候 他遇到我们的师傅 大多Desmond还有Darvin Grace 然后开发了他的思维 然后怎么用杠杠的模式 然后他可以更快的支付 更快的可以经济独立 更快的过上全方位的生活 然后从事这事业 他也经过8年了 所以一个行业可以做这么久 做8年也是不简单 所以开始短短的3年 他就已经赚了他的第一桶金 我们讲的第一个100万 然后他也有能力购买了 他的梦想车 还有房子 然后他的小朋友也是很可爱的 然后他也可以和他的老婆 就是免费环游世界 每一年超过 OK 两三个国家 然后现在已经环游世界超过16个国家 所以 他的成功 秘诀到底是什么呢 所以我要请他今天就分享了 如何可以在Forever成功 然后可以持续的经营 因为一个行业 你要持续的经营 真的是不简单 对吗 但他可以持续的经营 一直一直的 一直在存在 然后 我们的成 他的成绩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OK 所以大家笔记准备好 我现在要先介绍 OK 我们他的这个 介绍video 我们先有请我们 Jason Wong的视频 Dance, dance, dance I know you want me But I don't care baby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Yes, yes, yes In the shade of night, you're moving closer We're on our way to cross the line I think you got me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But it's all in your mind I came to party on my own Don't need nobody in my soul I get down to the beat, I lose control A-O, I go so, so low Boy, you can't cool it down I'm not here to fool you around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dance I know you want me But I don't care, baby Just wanna dance, dance, danc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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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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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aha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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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8年罢了 其实我算算一下 现在是超过10年了 包括我刚开始用产品的时候 谢谢大家 所以刚才大家看到这个video 你们觉得什么 你们觉得爽吗 你喜欢这样子的生活吗 到处去旅行 每一年最少两个旅行 去探索世界 上天空下海上山 对不对 如果你喜欢 给我一个2好不好 如果你是gang 很喜欢去旅行 你给我一个2好不好 谢谢 Ester RL OK 给你 OK 谢谢你们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的话 欢迎你们来到对的地方 好不好 OK 所以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想再问大家多丢一个问题 如果你想要今年forever的事业 可以两倍三倍四倍的成长 然后而且是像我们的主题这边讲的 可以持续性的 不是一年 是两年三年四年五年 可能甚至十年二十年 不断的持续成长的 给我一个3好不好 我要确认 是对的人来今天的这个活动 好不好 OK 好谢谢 都看到大家的回应了 好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样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 欢迎你们 然后最重要的 今天我会cover的topic 有好几个topic 我的topic里面呢 会有三个很重要的内容 大家可以拿笔记 来记下来 OK 所以我的topic里面呢 我会cover的是什么呢 你要如何持续经营forever的话呢 最重要你要三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要学会内功先 啊 这个是我一开始做forever的时候 我师傅传授给我的 OK 因为 做forever有两种功的 一个叫内功 一个叫外功 啊 如果什么叫内功 内功就是我们的观念跟态度 OK 然后外功的话就是我们的方法 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做forever OK 有线上线下等等 但是现在最重要呢 我们一开始 你如果想要持续不断的成长在forever的话呢 然后又且不会死的话 你一定要把你内功练好 所以今天我会着重很多 在讲内功这一块 因为内功 我本身的经验十年 我可以持续到现在 就是因为把这个内功 好好的锁在我们的心里 跟我们的脑里 啊 所以内功里面会有三个part 就是规则一到三 在我们的团队里面 我们都会分享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有机会share给大家 然后第二呢 我会分享成功你需要的三个C 什么C 等一下后面你来看好不好 然后最重要是呢 你要持续下去 你一定要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设立 等一下我会教大家 怎么只做简单的目标设立 然后后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activity 大家一起来参与好不好 OK 所以get到的话 大家给我一个5好不好 给我一个high five 如果你get到我 今天我要讲个topic 在check note里面 大家互动好不好 谢谢啊 好 谢谢 好 有看到大家了 thank you so much 好 so简单的一个简单 介绍我的背景Xguy Genie有分享的 我的家族是从事蛋糕洗凌原料的生意 是一个家族的小生意 讲很好也没有到很好 讲不好也没有说不好 为什么 就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然后一个我们讲小资家庭 OK 所以呢 我们的家庭里面 我们做这个行业 其实超过30年了的 OK 所以我深深的体会 什么叫做生意人的辛苦 很多人讲 做生意做老板 而且你是下一代哦 富二代我们讲很多人讲是富二代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哦 表面光鲜后面很多 哦 让人流血有类的东西 很多人是看不到的 因为我们不会放出去给大家看的 啊 OK 所以什么问题我们遇到 我们做传统生意 有赚钱赚小钱 赚大大富大亏是很难 但是呢 前期就要投入很多 这我爸爸三四年前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要投注投入资本 三四年前两百千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吗 现在差不多整百万这样子好的 OK 然后重点是传统生意是全年无休的 啊 OK 没有自由的 所以我小时候我看我我帮我爸爸的生意的时候 也体会到什么叫做没有自由 我朋友去玩 我们没有时间跟朋友玩的 要帮店里面做工 因为我家族是比较传统的生意模式的 很少去请人家做工的 OK 然后呢 有季节性有风险 因为我们的东西是稀饼原材料啊 所以有时候放放一下会坏掉的 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买太多 你尽量你没有卖掉 这个东西会过期会坏掉 自己保重 supplyer是不会帮我们的 啊 OK 有一些supplyer好还会给你收 可是很多是没有的 而且会有过季 还要囤货的问题等等 员工啊 烂账的问题啊 最惨是什么 而且现在是更惨了 现在是竞争很激烈 很多线下线上都在竞争这个行业 因为大家看到很好做嘛都来做 OK 所以呢 我很幸运是什么 我在完成我的中学毕业了过后呢 我妈妈讲你可以 要继续这个生意也可以 或者你要去外面发展 没有问题 你自己去选择 OK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我决定我不要帮我的家庭先 因为我觉得 我想要去外面闯一闯 像赶紧你讲我们的心里想要自己做一个生意的嘛 所以我决定呢 我大学的时候哦 我就去中国 跑远一点 OK 然后很幸运在中国那边哦 我认识了一群朋友 所以朋友 周围环境是很重要的 我很幸运是我遇到一群哦 不是打游戏的朋友了哦 是一群哦 很有 很想要在自己生活改变 创业 透过一个 不管任何的机会哦 改变自己生活的一群朋友 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去读了那本书 富爸爸穷爸爸的ESBI那一本书 OK啊 如果大家有做直销的人都会知道这一本书了 OK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懂了 我们一定要往富人的思维 做生意为主的 所以那个时候哦 我看了一个还有一个东西我也很喜欢的 就是这个Bill Gates的分享 他讲什么 因为今天哦 如果我们出身穷哦 不是我们的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死了还是很穷的话哦 就真的是我们的问题了 啊同意吗 如果同意的话给我一个6好不好 啊哈哈哈 OK 所以如果你觉得哦 你出身穷没有问题啊 OK 所以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我们一定要 在我们还可以改变自己生活的时候哦 做一些改变生活的的选择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OK 好谢谢大家哦 666好不好 好 所以我做了什么选择 我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读工商管理商业管理 OK 当然那个是本科上面书上面教 这不是很重要的 最主要来讲的 最重要是实战 OK 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 还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Forever的 然后我就找机会什么我都做 我像刚才你讲的餐饮业啦 然后我卖咖啡啦 我进出口我也做啦 然后在中国啊 因为那个时候 呃 淘宝啊那些还不是 呃 在马来西亚还没有那些 Shopee la Zara这些东西的 他们运输还是蛮麻烦 还是要靠我们在中国哦 帮忙哦 我安排啊运过来这样子的 OK啊 我还甚至还做 Karanguni 就是收呢 回收 费品哦 然后拿去卖赚钱 啊想尽办法啦 做一个想要做生意 哦 可是呢 做来做去就是 做没有方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年轻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知识 又没有又没有 Leader带着我们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靠自己 而且以前哦 也没有像现在这么 资讯发达 现在还有什么 啊 TikTok啦 还有什么Facebook YouTube 你可以去找很多的资讯 以前那个时代20 那个时候我是2010年的时候 是没有这些东西很多的 尤其在中国那时候 OK 所以呢 我就深深的体会哦 靠自己双手赚钱哦 你们觉得容易吗 我自己本身体会啦 真的很不容易啊 OK 因为哦 靠自己赚钱哦 真的是拿命拿血去拨的啊 拨回来 所以在那个时候哦 我做那些 我自己搞的生意啦 做来做去做 没有路的时候哦 我其实曾经想过 回来帮忙我爸爸的生意的 因为反正都已经做好了嘛 已经有那个platform了 我们会来接手继续做 可是哦 当我决定想要回来的时候哦 我就想想一下哦 不对路哦 为什么 因为我爸爸的生意哦 他不是开 在马来西亚不是一间哦 要整百间整千间 做一样的生意 大家都在竞争 都在fight同样的东西 你知道吗 OK 所以很辛苦的 我们如果有一百万 开始做这个生意 别人可能丢五百万 就可以做这个生意 丢一千万多来做这个生意 所以哦 我们就要很清楚明白哦 那个时候我一直在反思 反思到底要不要 回来做这个事业 OK 因为今天哦 讲真的 大家想要去做生意 不难 因为你有钱 就可以开始做生意哦 可是问题哦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去做生意 做一个企业家的话哦 你一决定做的时候呢 你就看到像这张图片 这样子了 你们发现什么东西吗 他头上面很多烦恼的 啊 因为哦 做生意哦 你烦恼是一大堆烦不完的 OK 所以很庆幸哦 在2010年的时候呢 我爸爸就 我的父亲先开始认识Forever的 他就开始接触Forever 然后哦 他就开始用Forever产品 顺便part time经营在Forever的生意 那时候 他在一两年 他那时候就qualify去哪里 他就qualify去香港Azio Rally 这个是诞生Jason的时候了 然后我是怎么只来Forever的 就是这个环境 OK 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2012年 我爸爸妈妈 qualify去Azio Rally 那个时候是还没有全球大会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是分区国家的 OK 我那个时候呢 我在苏州那个时候 我来中国 我爸爸妈妈他们 qualified去香港 他们其实很想我来做Forever了 因为他讲 你就算 就是如果不接手我们传统生意 at least来做Forever啦 一起嘛 一家人嘛 对不对 因为父母也希望我们回去 哦 所以我想 OK 看一看 那个时候我又喜欢健身 哦 你看到也练到有一点点肌肉了 哦 然后又很照顾健康 爱吃那种保健品的东西 去学很多 自己去自学了 然后很信心Forever 又是保健健康的行业的公司吗 OK 我去研究 用这产品 然后那个时候 2012年中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飞去香港去看一看环境 OK 所以今天很幸运 大家都在这个很很positive的环境 给你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 给你自己一个爸好不好 啊 所以我那个时候呢 我去到香港 我们去到这边 我就跟我就跟拍罢了 因为我只是纯属去帮我爸爸拍照 OK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做Forever 我只是用产品 哦 所以我就奇怪了 这么这么多人跟这个印度人拍照 哦 又没有很冷宅了 然后我发现在场大家都蛮多都比他冷宅了 OK 但是重点是哦 我后来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那一天哦 是拿最大张年尾花红的 那个qualifier 大家要记得啊 这个年尾花红哦 这边看就好啊 你们不要post出去social media 不要post去Facebook Instagram 因为现在美国政府是不给我们这样post的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看那个回忆 OK 所以2012年的时候 这一张支票 打到 吓到我了 OK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想过哦 赚钱可以拿一张花红200千美金的 谁想要我拿一张年尾花红200千美金的话 就让我struck到什么东西 就是这一张照片 那时候我想到了 好 相信大家都认识这个richard branson 在欧洲很出名一个飞机公司的老板来的 overgian airway 他讲什么 今天如果你看到一个很不错的opportunity 你人家offer给你看 可以 可是你不确定你能不能做 第一件事情你先做什么 你先say yes先 然后呢 才决定开始 才去学怎么只做过后 啊 如果你同意的话 这个这个code的话 你们同意的话 在checkroom打一个yes好不好 今天你发现一个机会 你不确定能不能 可是人家offer给你哦 你先拿下来 过后才去学 所以那个时候哦 我就是这样的心态的 我做forever 我开始加入forever 我也是半信半疑 不懂我可不可以 但是我觉得很像是不错的事业哦 OK 我就答应我爸爸 可以 我想要做 然后呢 我就去开始去探索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回来马来西亚 我还在中国出州 做来来回回啦 所以我有机会回来的时候哦 我就去认识我们的师父 我爸爸咧妈妈咧 就介绍我们的师父 其实我们有很多师父啦 哦 所以其中一位是我们的大领导 就是Dr Desmond 跟Dr Tim Grace 这对夫妇 我也是有机会见到他们 那个时候 我在香港就见到他们了 很和矮可亲的 很friendly的 不予说有摆一个架子 说我上线永远是高高 没有这样的 跟大家打成一片玩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好的 很喜欢的 我就决定来forever了 跟他们去学习 然后他们把他们的 毕生的学到的东西 是毫无保存的 传授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从一个小小的种子哦 有机会发压成长哦 而且有机会今天哦 在这边跟 各位的螃蟹啊 伙伴们哦 一起分享哦 希望给大家有一点价值好不好 OK 所以当然在forever哦 你们要相信 这个平台一定会帮你突破的 OK 因为我本身深深的体会到啦 因为我本身就是 这一个这个forever的 怎样讲啊 成果啊 一个小小的成就给大家看的 OK 就是经过努力 十年这样子不断努力哦 哦 有机会改变 然后改变自己的生活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是 还可以拿到健康财富自由 三个在一起 啊 所以想问大家 你们喜欢健康财富自由的话哦 给我一个 E好不好 你喜欢的话 啊 你给我一个E 健康财富自由 你都喜欢的话 啊 谢谢你们 OK 都喜欢吗 对不对 所以呢 你想要这三个东西哦 你一定要make sure什么东西 你一定要make sure 你要成为一个企业家 因为我们做forever哦 你要持续不断的做的话呢 你的思维是很重要的 因为做forever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 是part time part time 做爽爽的 另外一种呢 他虽然是part time 但是他的脑袋哦 是企业家很focus 专注的思维的 OK 你们喜欢哪一种 你喜欢第一种呢 是part time part time 做爽爽的 还是第二种哦 就是很focus 会把forever哦 虽然是part time 做但是看成一个企业思维的 给我一个2好不好 啊 如果是的话哦 恭喜你啊 你的思维慢慢成长了 OK 开始为是以为是part time 后来我们去学习 成长不断了 才走出 走进去第二个思维的 OK 谢谢你们 所以呢 我们要成为企业家很多方法的 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观念 因为观念你要总要懂先的 你可以去找师傅来建议自己的系统 这个是很多外面传统的生意 你看很多很成功的人 那种李嘉诚啊 郭鹤年啊 林悟彤啊 Vincent Tan啊等等啊 可是问题哦 你觉得他们会想要教我们吗 未必哦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也很忙 他有他自己的事业嘛 他哪有空 我们坐下来谈他们的 他们的生意教我们 然后第二种呢 就去买成功的企业 啊 因为现在外面很多 Franchise嘛 对不对 很多连锁生意嘛 KFC McDonald Starbark 等等的 你可以去买他们的Franchise 来做自己的生意 买他的系统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要很多本钱 啊 现在谁一出来就有两百万三百万的 没有几个了嘛 所以呢 我们就做什么 我们就加入一个哦 跨国公司的团队 就是像Forever 这样子的Network Marketing的公司 OK 接力 改变我们的生活 啊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中的企业思维 OK 所以哦 在这边啊 谁想要认真啊 持续经营Forever的 给我一个3好不好 你你很想认真 好 而且不断的持续经营Forever的 给我一个3 啊 你认真啊 不是玩完的啊 哈 因为认真的人哦 才真的是可以持续经营Forever的 你玩完的话呢 可能今天我见到你六个月过 我就看不到你了的 OK 我蛮多人的伙伴的嘛 对不对 都想认真嘛 对不对 我相信你们会来 继续今天的课程 都是很认真了的 OK 好 所以呢 你要认真学的话呢 第一件事情 学什么 学扎马步 啊 有没有看过功夫小说 那种武说 武打骗嘛 对不对 好 那些和小和尚 或者是一些你要去 学武功的话 第一件事情 你要去学扎马步先 OK 为什么 因为扎马步这个东西 就是像我们做Forever的内功来的 你要把你马步扎稳 你才不容易倒掉的 啊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你要成为企业家的话 企业家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去 我们看到一个企业家很成功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学 他们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如果你不懂的话 他们有秘密的吗 他们怎么只成功 如果你不懂的话 恭喜你 你很难闯关的 你很难持续做下去的 我们做了10年 我们发现最重要就是内功 而且要学这些 这些 啊 我们讲成功的企业家 因为你copy哦 你要小心哦 今天你要copy 你要copy赢的人 你知道吗 因为在市面上有很多老板的 不不只是做Network 我们这些这些老板嘛 外面还有很多老板的 可是问题哦 你去外面找哦 其实很多老板在外面哦 你找100个来哦 可能只有5个是赢的 95%的老板哦 可能都是输的 在他的行业里面 为什么 因为很竞争啊 OK 如果你找错的话哦 你也是去荷兰的 OK 所以我们要赢 我们要copy赢家嘛 对不对 在Forever其实很多赢家了 你们都可以copy的 OK 所以呢 赢家的话 他们第一件事情哦 内功第一个事情 规则一啊 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不要轻言放弃 不要阵亡 听起来是很简单哦 但是做起来不简单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哦 我们做这个事业 绝对不要抱着那种 三分钟热度的 的那种感觉的 因为很多老板 你看在每个行 各业成功的话哦 他们不是靠三分钟热度的 他们是不断持续的在往前进的 而且是遇到挫折 被人家打击下来的时候 他还是不断的前进的 我不懂大家认不认识 最近很出名的华为的老板 任正非 大家认识吗 认识的话给个5好不好 你认识华为的老板 华为最佳MCO的时候 不是遇到很大的问题吗 对不对 5啊 有人认识哦 OK 谢谢 华为很大的企业 被美国封杀 结果怎么办 他的老板死了到美国封杀了 他不是很假辣 又没有的supply什么晶片给他 可是哦 他不放弃哦 他们整个团队反而是因为这样子 士气更高涨哦 整个team不断的自己去研发自己的晶片啊 等等 所以最近才刚刚launching他们自己的新的电话 是很恐怖的 而且是包担包到很夸张的 你看到吗 他们遇到挫折 他们不会投降 他们会不断的 而且驱使他们不断的前进 啊 因为什么他们一个never give up的心态 因为今天哦 如果你一打了就死掉了的话哦 你很难持续叫他去forever了的 所以你要怎么止持续不断的打了不会跌下来呢 所以秘密就在这边第二个 就是你一定要积极主动参与会议 啊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很成功的那些企业家 社企业哦 他们每个礼拜哦 一定会有meeting的 同意吗 你们有没有看过外面的行公司 和那种银行啊 金融业啊 保险业啊 不管什么业啦 他们一定都会有meeting的 有的话有个lue好不好 你有看过 各行各业的人 包括你看很多那些 和上市公司啊 手套公司 不管什么公司 每个礼拜都一定会有meeting的 好谢谢你们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meeting哦 因为我们是做人的生意 记得 有包括我们做networking啊 我们做直销 我们做传销这个行业 我们是做人的生意 ok 而且我们要做 把它从一个 part time的生意变成一个企业哦 你一定要你要看那个企这个字 企业的企啊 ok 是一个人加一个子 ok 你要怎么 招人进来 留财 然后让这些财 我们讲 求财了 过后把财留在你的团队里面 止步 在你的团队不断的发展 你就一定要有每个礼拜的会议 因为每个企业老板 每个礼拜一定开会的 怎么呢 保持温度 他们要确定进展全部东西 我要报告啊他们的进度啊等等 好说Friway也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要做很成功哦 我们还是要开会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 听完你们大家听完这课啊 过后你开始去见人哦 外面你们觉得啦 负面的资讯多 还是正面的资讯多 负面的话给我一个2好不好 正面的话给我一个3 啊负面你觉得多 还是正面的多 啊 一定是负面的讲真的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打开新闻啊 全部都报负面的东西了 所以哦 还会弄成一个环境 包括你去认识 你在外面一些朋友打工上班啊 每天出来哦 可能哦 都是在骂老板啊 然后讲什么薪水不好啦 给不多啦 然后一大堆人士的问题啊等等 全部都是负面的 哦 这些负面的东西 我们今天出去面对的话哦 他就会抽掉我们的 Battery的 你知道吗 我们我们人哦 也是像一个手机电话 这样子的 我没有Battery的 你知道吗 OK 今天你来参加这个活动哦 是来转电的 哦 转电了过后 你的电满了吗 对不对 出去哦 别人讲负面 会把你的电抽掉了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所以为什么现在哦 大家都带Battery了 因为电池也是很快会玩的嘛 OK 你看你电话哦 今天啊 讲真的我本身啊 我如果出去哦 我没有带Battery 我很没有安全感的 怎么呢 因为电池不够 啊 一样的道理的 今天如果我们做 Network 我们做直销 做Forever的这个事业 你没有每个礼拜 meet你的Leader 喝茶吃饭 一起聚会 或者是meeting线上等等的话哦 你相信我 你放他两三个礼拜出去 他自己就会死掉了 为什么 因为他会被很多的负能量撤掉的 对了 人也是要充电的 谢谢 Grace OK 所以哦 记得 这个规则意识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看哦 今天我们要做很成功很持续不断的成长 这个世界可以做下去呢 我们要学谁 OK 你们觉得哦 全世界啦 有一组人哦 有几组人啊 他们做Network是做最大的哦 你们知道是谁吗 OK 很大呢 大到全世界都有Member的 OK 答案就是什么 宗教 现在我们要做最大的Network的话 我们一定要学宗教 因为宗教哦 就是最成功的Network来的 啊 同意吗 你们看哦 每一个宗教哦 都有守纪律时间的 举例 我们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嘛 对不对 每个星期五哦 你就会看哦 很多马来同胞哦 下午的时候就冲过去一个地方 冲去哪里 好 就去冲去那个Masjid 他们的那个回教堂 全部一起去朝圣拜拜的 你看哦 他们每个礼拜都会meeting的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哦 马来 马来人的他们的相信力是很强的 哦 同意吗 如果你们有看到哦 这样子的情况的话哦 而且弄了哦 会塞车啊 有时候整条路塞住的 给我个6好不好 你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经过那边一定塞车 车到乱的 然后666对不对 满街都是啊 吓死人啊 为什么 他们在守纪律 每个礼拜都一定开会的 不管几忙 不管你是prime minister 你是什么ster都好 不管你是什么首相什么像 你还是星期五都要去那边拜的 大家都同意的 宗教我们要学 各个宗教不一样的时间 OK 所以你看哦 他们每个礼拜因为这样子去哦 他们很相信他的上帝 他们很忠诚的 他不会乱乱跑的 我今天呢 如果你去找一个回教 马来朋友哦 你要跟他沟通 换宗教哦 你们觉得容易吗 我们讲很好笑哦 你没有给他沟通 变成回教哦 你要偷笑了哦 对不对啊 所以哦不容易 对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是守这个东西 然后不断的去学习他们的 他们的宗教里面的东西哦 让他们也是不断的成长 所以他们就会越来越几率在他们的 他们的宗教 越来越忠诚 一样的今天我们要做很大在Forever 而且要持续下去哦 一定要记得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哦 我们也很幸运啊 我相信 UFF的Leader也是有办很多的活动哦 每个礼拜 三个礼拜也好 一个礼拜也好 线上线下 包括我们的团队 其他的旁线团队都有在做这些 议定做什么呢 来把你的团队哦 凝聚在一起的 我们很感恩 以前呢 我们的时代做呢 是比较辛苦一点 我在2012年底的时候来做Forever 那个时候哦 根本没有zoom的 没有现在 像现在哦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这样讲的 那个时候哦 我们全部是做线下的 我刚开始做Forever的时候哦 因为我是住在麻坡嘛 麻坡小地方 我们的上线全部是在关单的 OK 所以哦 如果我要参加活动要怎么办 哦 那个时候我 我真的是下定决心哦 我很认真要做Forever 我要参加会议 那时候我们的会议 每个早会是星期一早上 我还很记得的 所以我想要去参加那环境 那个时候又没有zoom 什么都没有的哦 打电话又很贵哦 那个时候哦 怎么办 我那时候呢就决定 坐巴士 Muyang Sari 懂吗 大家有看过这个巴士的brand吗 OK 蛮蛮出名的 在我们南马这边蛮出名的啦 Muyang Sari 去到关单 坐巴士4个小时 去那边学功夫 去上早会 一个月去一两次 这样子去学习 去吸收很多指示 充电自己 然后回来马波 继续再冲 啊 就是这样子的心态 来做Forever的 啊 OK 谢谢 然后呢 而且不只是 weekly的活动 那些 啊 meeting 包括我们那些 啊 kickstart 啊 我们那些 两天培训 云南那些哦 那个时候我都没有错过的 一定都去的 为什么 我去学习不一样的知识 keep着那个火 啊 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啊接下来 如果以后啊 还有做线上线下的活动哦 希望大家认真的话 一定要好好来参加 好不好 OK 然后呢 再来呢 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规则哦 第一个是哦 改的规则 第二呢 我们最重要是不要落单 今天哦 你不死 你千万不要落单啊 为什么 因为今天你落单是很危险的 什么叫落单 就是自己孤独一个人 哦 没有找你的 没有build你的team的 OK 为什么 因为今天哦 我们看任何的企业家哦 他们都不会一个人去fight全部东西的 他们一定会有五虎将的 你有听过 大家有听过吗 五虎将 你要一个将军 他有五 然后五个将领 这样子的 OK 一样的 你一定要build你的知囊团 大家有没有听过知囊团这个字 什么叫知囊团 你们懂吗 什么叫知囊团 懂的话给我个1 不懂的话给我个2 好不好 知囊团 你一定要有你的知囊团 OK 知囊团的话呢 这个知囊团 谢谢你们啦 yes mastermind 没错 就是你要找出你的 几个核心的leader出来 一起有共识 一起在你的地方 比如像我们啦 马波 然后你在马六加 或者你在KL 沙巴沙拉巴 哪里都可以 你要找出你的五虎将出来 通过你每个每一天去沟通 加入的伙伴 然后看谁是认真要一起做这个生意的 培养他们成为你的知囊团 因为 如果你有知囊团的话 你的剃模才可以越grow越大 越持续越久的 他很像什么 就很像三国 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国 刘备 刘备这个王帝吧 对不对 刘备哦 讲真的 他也没有很厉害的 他打功夫也输官 与张飞等等 OK 他的自谋又没有诸葛亮厉害 可是他有一颗很大的 一颗很大的 愿望野心啊 他要收复汉士 要统一中国啊 那个时候 OK 他就找了这些leader出来 他的五虎五将啊 他的诸葛亮啊 然后卖梦给他们 OK 跟他一起冲 然后build他的团队 然后哦 一个官女哦 就帮他雇 10万的军队哦 一个张飞帮他雇 10万的军队哦 一人到 10万人就到了的 所以我们做network哦 你要持续下去哦 一定也要build这样子的东西出来 一定要build你的团队 OK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你要多参与积极的伙伴 然后用很多ABC法则 为什么要参与积极的伙伴 因为今天哦 如果你没有参与积极的伙伴哦 你自己load单了哦 你去外面遇到别的公司 pok你一下冷水你就死掉了的 别的家人pok你一下冷水你就死掉了 很像谁 下一个例子啊 艺人到千金万万道 谢谢 下一个例子 大家认识一个艺人吗 过世很久哦 叫哥哥 张国荣认识吗 认识的话给我一个yes好不好 ok 很可惜的一个 一个才子 最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yes 认识嘛对不对 我认识的大家都应该是同一个年代了 哈哈哈哈 我年轻一代很多都不认识 讲笑 哦 他为什么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 落单了自己一个人想不开 得到忧郁症 然后没有人去开导他 可能找不到他要的答案 然后自己一个人想想想想想想哦 然后就这样跳下去走啊 然后你们想一下哦 如果哦 一个人 他如果去参加一个BBQ 如果你想啊 如果大时候张国荣 他可能跟一群人在参加BBQ 在烧鸡翅膀很开心 嘿哈哈 你觉得他会突然这样跳下去吗 不可能的 为什么他就是落单一个人 胡思乱想了想不通了过后 他才自己跳下去的 一样的 我们转Aver也是这样的 很多人其实啦 在Forever不会持续下去哦 不是人家拒绝他了 很多时候是自己吓死自己的 哈哈 要落单了想胡思乱想哦 人家会不会接受我啊 人家会不会看我的demo啊 人家会不会买我的产品啊 还没有出去做哦 就自己吓死自己了 自己跳楼了 啊 OK 所以 你一定要有经常参与积极的伙伴 因为我们想去参加活动啊 Build你的资党团 起来 不要自己跟康拉玩 大家分工合作 就像我们UFF的各位领导 大家分工合作 把整个team build 起来 而且你餐的人一定要积极的啊 你不要乱乱去餐 你讲要去餐人吗 我去乱乱餐 可是不小心餐到一群哦 都是很负面的哦 恭喜啊你就去荷兰了的 我们 我们讲克荷兰了 福建话讲 就是拜拜了的 啊 OK 而且就要什么 我们一定要借利 那都用ABC法则 OK 我们很感恩 我们借利借谁的利 像我们在做Forever 我们借Rexmond的利 因为今天 我跟我们合作的是全世界 400的首富 Build一个162个国家的平台 所以哦 我们要很很讲 很 proud of it 然后去赶赶的去分享 因为如果你就去外面 人家问你做什么呢 你都排谁讲的话 惨了了 OK 你就你就很难哦 发扬 就是把这个network做大做久下去了的 我们要很很 proud of it 然后借Forever的利 包括你在开始经营Forever的时候 借你的上线的利 用ABC法则 好好去经营这个事业 你才会持续走下去的 OK 所以记得你要apply这个code 然后不要落胆 接近积极的伙伴 都要ABC法则 而且最重要 不要不要去跳楼啊 这个是很重要的好不好 如果get到的话 给我一个6好不好 不要自己想不开机跳楼啊 谢谢谢谢大家 所以规则三 第三个很重要的code是什么呢 不要消极 不要心急 这个是讲简单做很难的啊也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讲真的 我们做的是人的生意 人是会变的 你们同意吗 人是会变的 同意的话写yes好不好 还是你认识的人全部都是不会变的 心情全部是一样的 我接触的很多都会变的啦 今天突然间很开心哦 明天突然间很失落的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OK 好今天突然间讲 很兴奋听啊 你要加入过后 后天过后 他就冷掉了 不接你电话了 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有哦 我也是议很多了嘛 我出了十年报遇及多啊 OK 为什么 因为人是有情绪的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情绪 所以你要怎么只做呢 你要按计划哦 代替情绪 要积极 不要心急 这句这个phrase很重要的 OK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心急 是为什么 可能是我们没有一个计划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planning好来的 因为今天如果你没有planning好来 你有情绪的时候哦 我们做一个例子啦 今天如果是夫妻的话 如果你今天你跟你老婆吵一架啦 你觉得那一天哦 你的心情是很好还是不好的 好很好心情打好 你跟老婆吵架心情很不好一整天的 做不到事情的话 打一个不好好不好 啊 不好的 如果你跟你家人吵架啊 我跟你讲哦 你那一整天啊 差不多可以算是浪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根本没有心情去做东西了 所以情绪是很危险的 我们做这个行业 因为我们接触很多人 大家要成为一个leader 你都要持续下去 记得不要让情绪影响你太多 OK 你要很steady的 怎样子steady呢 你就要planning好好来 Example 你要plan你这个月 要fight的target是什么 你是一个VIP竟然 可能你要fight5cc 可能你5cc好过 你就要fight25cc 上supervisor等等 看你要fight什么的 你要画出来 好好跟你的上线做下来 或者是zoom 在远地方的话 zoom 去planning 上线我想要做什么什么东西 我要怎么只去达到 好好去plan出来 不要急 然后看哦 你plan好了 你的业绩要从哪里来 你要找什么人 就有什么人 然后online做 线下做等等 要去好好plan起来的 OK 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容易很急的 然后一步一步去做 然后成长 你看哦 你自己成长了 18%28%你很开心的 讲真的 OK 就要什么 不要negative 因为为什么 很多人做哦 就会想哦 negative这东西了 可以啦 不可以啦 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很简单 我们怎么只训练自己negative 每天早上起来 包括我们有做一些早会 我们都会分享三个心情的 你三个心情整天 我很正能量 感觉很良好 很有憧憬 很有未来的感 这个是每一天要跟自己沟通的 以前我们没有做内容 我们觉得很好笑 我讲这些东西 感恩小孩子做的东西 但是其实哦 你在做network 你更要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每一天讲正面能量的东西 来训练你自己的脑袋 成为企业家的思维 而且要感恩你的周围 感恩你的家人啊 感恩你的孩子啊 或者感恩今天你close到一套VIP啊 close到两个CC 三个CC 可能帮到一个人解决皮肤问题等等 都要去感恩的 你越感恩 越多好的东西都会来的 所以举个例子 就像很像平时我带我孩子 我两个孩子去那个动物园 我就问我大女儿 OK 今天我带你去动物园玩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所以我就问他 你是兴奋 很兴奋 还是非常的兴奋 OK 大家有get到这个问题吗 我怎样哦 都是问他兴不兴奋的 没有问他好不好玩的 你问他好不好玩哦 很多时候有些小孩子 险的话跟你讲不好玩 他就会想negative去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从小就要灌输他们的 就是 show他很多正面能量的东西的 兴奋 很兴奋 还是非常的兴奋 啊 因为如果我们从小没有灌输教 我们孩子哦 也是去荷兰了的 很辛苦的 过后要教 OK 所以 包括我们本身做network 全部大家都是要这样子 啊 这个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 要想好的 想你有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因为 我们不要怨天牛人 我们要想我们有什么好的东西 我就像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哦 他每一天complain 他跟他爸爸讲 你每天买的鞋很丑的给我的 可是有一天哦 那小孩子受伤了 进医院过后哦 他进去一个医药房过后 他出来哦 他很感恩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发现哦 这个病房里面的小孩子哦 全部是没有脚的 他从此以后 他就醒觉了 他发现哦 他是有脚可以去穿鞋子的 很多小孩子啊 你买极美的鞋给他 可是都没有脚可以穿了的 OK 所以我们要想好的 想你有的 要非常的感恩 啊 这个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不要经常complain 啊 因为如果你经常complain negative的话哦 讲真的 你内容一定 一定跟那个主题哦 走的巴雷方向的 你一定是走不久了的 就没有办法 像我们要持续这样子下去的 OK 因为你你整天讲 negative的东西哦 团队的话哦 你的network一定给你弄死的 讲真的 OK 所以你看哦 很多的企业家哦 都是坚信这三个条件的 你们去看 马云啊 林悟彤啊 Vincent 你们觉得他们成功很顺的吗 不一定顺的 但是他们坚守这几个规则的 所以我们做network 我们要学习他们哦 我们也是要坚守这三个规则 很重要的 OK 而且要不断的持续 你知道kfc啊 大家懂kfc吗 有吃过kfc吗 有的话给我一个yes好不好 有吃过kfc的话 然后kfc的老公公故事 你没有听过吗 kfc的老公公故事 他的那个炸鸡的formular 他找了一千多个人去分享啊 你要不要看我这个炸鸡formular 找一千多个人哦 他66岁的时候才成功哦 有人要拿他的炸鸡的formular 你知道吗 才一爆而红 全世界的 所以今天哦 大家不要觉得 可能有些人讲哦 我已经老了 我可以做forever吗 我60多岁了哦 千万不要想限制自己 因为哦 很多世界都证明给我们 年纪不是问题 是我们要不要的 ok 所以今天哦 如果你们守着这 前面的这三个规则哦 恭喜啊 confirm guarantee 你们是不一时的 啊 如果哦 三到六个月过后 我再债场了 这边的这么多的伙伴 80多位哦 如果三到六个月过后 你们不债的话哦 恭喜啊 我们猜你一定是中三个 你们猜到其中一个雷妖的 ok 相信我们 这个是 用很多的经验累积出来 我们得到一个总结来的 所以你要立于不败之地的话 你要我们赢不赢 我们不 我们第一 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先 赢不赢 另外讲 但是我们自己不要死 如果我们自己先死的话哦 后面就没有了的 后面很多美好的 刚才我的video那里去玩那些东西 你就看不到了 你就会讲这个行业是不能做的 啊 ok 所以一定要记得自己不要死先 那非常重要 所以在我们的团队哦 像我的其中一位很敬爱的师父 呃 师父上师父 Sean跟师父 Olive 他们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的 他们坚守这三个规则 走到现在哦 在Forever已经超过二十多年了 可是哦 很多人不知道哦 你们知道吗 Sean跟Olive上线 我的其中一个上线哦 他们一开始做Forever的时候啦 他们的阶级啊 卡在supervisor啊 超过七年 超过七年 哦 想问大家 如果你超过七年了过后 你什么进 进步都没有的话哦 你会继续在Forever的话 给我一个1 不会的话哦 你会放弃给我一个2 好不好 哈哈 他七年卡在supervisor 很多人都不会的 讲真的 为什么 打工路赚钱 你做了七年还是supervisor 可能收入都还没有看到了哦 讲真的 OK 很多人早就放弃了 可是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不断的精进 就是坚守这三个规则 而且那在关单他们有不断的参与活动 会意义提升自己等等 他的network在第八年就爆了 一爆下去就不得了哦 为什么 Asian和Olive上线 不断的持续这样子 把基本功做好了哦 第八年哦 就碰直接上manager 不是manager哦 直接冲到变成15cc CBM等等 然后哦 就这样子哦 升了我们全部出来 就升了我们整个组织哦 有十代的CBM 哎 很恐怖了嘛 你们想哦 一个一条线下去有十代的CBM 我们年中花红 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我们现在是十代同堂啊 我都不懂叫什么 孙真孙什么什么孙 我们都不会叫 大家都是同一条组织下去 十代的CBM OK 是很恐怖的 所以你想哦 如果Asian和Olive上线哦 他们只要在这七年之间哦 有一个链头要放去Forever哦 恭喜啊 你就不会看到 Jason在这边跟你们分享哦 我可能还在中国游荡 或者是做传统生技去哦 啊 啊 这个对 不可以叫夏天认真三年 要认真七年没有做 OK 如果七年还不到的话 不要放弃 可能第八第九年呢 也有可能的哦 啊 所以哦 你看哦 我们的四月是先苦后甜的 很多人哦 前面看不到哦 他就放弃软车了 因为很多人是想要先甜 可是他们不会发现后面是苦 可是Forever是完全得巴勒的 他的他的游戏规则 你是先苦后甜的 但是要坚守那三个规则 OK一定要记得 OK 我们很感恩 那个时候我们在巴黎 今年我们去巴黎 四月多我们去巴黎的时候 我们Style全部都同堂在一起 我们Style同堂 很兴奋啊 OK 所以哦 今天哦 如果 没错 坚持到最后就是赢家 如果你是还没有上Manager的 我赶招你们 一定要赶快上Manager 如果你已经是Manager了叻 就一定要朝CBM这个方向去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十位决定一切 如果你今天你想要做Manager的话 你就会开始哦 去做哦 该要成为Manager要做的事情了的 然后跟你上线做下去 去Planning了的 然后你才会去行动 你的未来哦 才会出来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 很多人问我们你做好十年 总结是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OK 当然我们做Forever叻 三个S啦 这个大家都听到很多了 你有听新疆训练会都会讲 但是这个我就没有讲 OK Sponsoring Sales 跟Servicing 但是今天我会分享叻 更Details叻 是什么 三个C of success 三个C 你要持续 你规则守好了 你要开始学外公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Focus三个C 第一 Concentration 你要很专注你的目标 第二 你要持续不断的做 第三 跟大家合作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第一 专注 我们刚才讲嘛 要积极不要心急嘛 而且外面很多人会破你冷水的 前面的slide没有看到 有吗 变紧 准备好破冷水的心态 现在看得到我的slide吗 看到我的slide 给我一个yes 好不好 因为外面一定很多人破你冷水 你要记得这三种人一定破你冷水的 yes看到吗 好谢谢大家 我继续 你要很专注的 因为这三种人 随便你都会遇到的 我们做了Forever十年了 到现在还是会遇到有人要破我们冷水的 但是 我们的心很定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Forever有什么东西 所以你要这样子做呢 你要保持真面 但是你一定要make sure 你把公司的背景 计划 marketing plan 产品 一步一步去摸透它 去了解它 因为如果你不 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感人啊 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 如果你没有好好去了解我们的background啊 我们的市场marketing plan啊 我们的产品的话 讲真的啦 人家随便破你冷水 你一定很快就走了 因为你自己都会动摇啊 你都会怀疑是不是可以做的 好 我们的工作现在哦 我们因为很明白Forever的强项 全部在哪里 我们出去是沟通人家进来Forever的 不是我们就被人家沟通了明白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把这些学起来 OK 这三个公司 背景marketing plan 产品资讯全部 想尽办法 问你的上线 说线上线下的培训 全部去了解它 OK自己去找资料也可以 而且 你要很专注的时候哦 你一定要接受哦 现有的环境 因为有些人讲 哎现在哦 malaysia只有几个地方有center哦 我们的地方没有center 怎么办呢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还有apps啊 我们可以order东西啊 等等嘛对不对 公司有出任何的promotion 我们就去拥抱那个promotion 去杠杆去推广它 我们要想好的想我们有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现在我们很感恩 以前我们做活我们上 training哦 过后我们要重新看哦 你知道我们用什么看的呢 我们是用DVD来看的 有谁跟我一样是看DVD的年代的 就是你要学功夫 Forever的功夫 是用DVD的哦 给我一个 high five好不好 或者打我好不好 哈哈 哦 Jason做Forever的时代哦 2012年的时候 我们是拷贝DVD的 没有YouTube的 讲真的 我们是没有YouTube的 现在 我们真的很感恩哦 我们很专注更好做 为什么 因为我们YouTube太方便了 你知道我们upload 所有的video去YouTube 你找来的人 你马上就可以set那个link 就叫他马上今晚就开始学习了 不用再拿那个DVD给他哦 节省我们的时间很多 啊 哦 很多 还有听卡带的朋友啊 哇 给你上线哦 哇 卡带的年代啊 这个我没有遇过 我还没有遇过 我一来我是DVD的年代 我那时候去中国的时候哦 哎 中国也是没有YouTube的 那个他本封杀的 然后我就带了这一堆DVD 我爸爸给我 我就去那边自学 去学我 对我自己很有喜欢的题目 我去学了 过后 放在我的脑里面 那一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就开始充火了 啊 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感恩 我们有的东西 现在 非常方便 Zoom啊 哦 YouTube啊 全部都有了的 OK 然后记得 一定要下手去学习做 你知道吗 OK 一开始我相信 不懂这边哦 有多少位哦 是刚加入的伙伴的话 来 想问大家多一个讨论一下 如果你是刚加入 一个月到六个月的话 给我一个 一好不好 如果你是加入超过六个月以上哦 就是一年两年的话 给一个二好不好 哦 有有伙伴是一个月到六个月 半年内罢了对不对 有些是六个月以上吗 对不对 啊所以哦 不管你是新人旧人 有些人加入了六个月以上 可能都还不会做demo的 也有这样的人的 记得好好去把这些东西学起来 哦 那个时候我们有做那个生活音啊 我们就现场学做demo 那个时候我也是讲到乱七八糟的 OK 硬硬来去学 有些人呢 就很不敢讲 为什么 他很排泄 不好意思讲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常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啊 但是我们做Forever 你要很专注的时候 你就记得 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你自己一定可以的 就像这个蜜蜂这样子 这个是大黄蜂啊 你知道吗 大黄蜂的身体哦 跟他的翅膀哦 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大 是不是身体比较肥大 翅膀很小罢了的 科学家正经研究哦 大黄蜂有他这样小的翅膀哦 他是根本不可能飞起来的 因为他身体太大只了 太肥了 可是哦 你们看到大黄蜂现在 是不是有肥来飞去 很多 你看到他你都要散啊 为什么怕给他吃到啊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后来科学家研究哦 你们发现 你们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原因是哦 那个大黄蜂没有上科学的课 哈哈 他一出生出来哦 他就没有去上课 没有人跟他讲 他是不如别人的 他就是硬硬飞就对了 想尽办法去飞 啊 他就是飞飞飞飞 那有一天真的起飞了哦 看到吗 他是很专注 他是不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 因为他就是要飞嘛 才可以找他找机会嘛 啊 所以记得 不要认为自己不如别人 而且 接下来第二个呢 第二个C 我们就是Consistency 持续 我们做Forever 做好十年哦 做来做去做一样的东西的 我们就是见人 聊事业 聊产品 聊机会等等的 而且记得 不要不要停啊 要一直讲啊 没有没有错哦 你每天讲开始 你可能讲我我排写 我不会讲耶 我怕我讲错耶 但是不用担心 对象是不懂你讲什么东西的 你讲什么他都要接收的 明白吗 他也不懂你讲的 123哪一个先的 你就是照你的flow去讲他 你要记得 你要讲到哦 让自己有一天哦 没有讲Forever的时候哦 你整天很不舒服的 啊这样子恭喜你啊 你就差不多成功了 哦 所以有这种感觉哦 就是哦 他有一天没有讲Forever哦 他就糟生不舒服的 如果有的话 给我一个6好不好 哈哈 如果你在做Forever哦 有一天你发现你没有讲哦 你很整整不舒服 这样子的 666 讲666的都是 在做Forever很多年了的 讲真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持续 不断的踏出行动的 ok 而且记得 一定会遇到不好的对象的 怎么办呢 我们就送他4个字咯 NEXT 下一个NEXT 就是这样简单 ok 因为记得 这是数据啊 normally啦 做network啦 4个no一定来一个yes的 有些时候 5个no 6个no过后来一个yes的 那些讲no的人 我们就KIP 我们放一边先 然后我们持续继续找 找那一些 跟我们有公司的人 来加入我们的团队 变成我们的五虎将 睡觉都在讲Forever 果然是领导啊 我也是差一点睡觉在讲Forever 很可爱的 所以 Consistency 持续性 它领是什么 就像这个水 大家有没有听过 地水穿石 这个这个这个典故 地水穿石不是水很厉害的 是那个重复的力量 每一天地地地地地地 到那个石头破一个洞出来 就像我们做Forever 这样子 你要持续不断的讲 讲讲讲讲 讲了十年喔 你越来你的功夫就越来越强了的 啊 OK 而且记得千万不要排泄 我妈人讲不要妈路 讲了妈路 OK 你做错 讲错 都不用紧了 OK 做了回去 去反思 检讨 明天再继续来 像我一开始 我做Forever的时候 我很记得 我做第一个Case的时候 是找我的朋友出来 我现场做Demo 我Demo做了很好笑 还倒掉 你知道吗 那个Iodine 弄了Megin Man 倒掉弄到整间 吓到大家都乱到要死 哎呦 那个那个那个印象很深啊 而且算Marketing Band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算Commission 还算错了你知道吗 哎呦 乱七八糟 但是你觉得我有放弃吗 没有 我回去检讨 我自己哪里做错 OK 回去再把那个Flow练起来 然后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 重复 才造就现在的 一个小小的成就 而且最重要是不要怕敢敢站出来 现在我相信 开始大家都有做一些online offline的event 之前很多是online嘛 现在开始做很多offline好了 你可以召集你的伙伴啊 那些啊 group在一起做活动 你可以踏出来 在前面去分享 越敢分享的人 看到的成就就是越大的 千万不要经常一直等上线来的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做forever的时候 做network的时候 都一直等上线 等上线 但是你要记得哦 你上线是一个人吧 你知道吗 他有很多个孩子要顾的 可是我们哦 可以lead by example 我们可以踏出来 成为那一个上线 我们帮很多人 OK 因为记得上线的工作 永远是一个coach来的 你们懂踢足球吗 踢足球coach OK 我们是我们千万哦 不要整天哦 你去看踢足球哦 那个教练没有下场踢的 你知道吗 下场踢的是player来的 那个打手来的 coach呢是在旁边 看我们哪里有做错啊 教我们方向啊 怎么止去的 OK 千万不要一直等上线 因为你一直等上线来的话哦 讲真的啊 你的network不会做很大的 因为你走走一下就卡住了 因为你上线可能是在远地的话 他可能一个月来两天给你 过后28天怎么办 你就睡觉了对不对 不可以这样的 好 我们做forever 一定要 不断的持续 然后下手去学习去做 变成一个leader 你才可以做很长久的啊 你才会看到下action leader 下来 说带都是很给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会下手去做 变成一个leader 开始带很多的酱出来 OK 好第二 就像刚才讲的 你一定要有目标啊 你的目标 你一定要切了 切小哦 你有大目标不用紧 但是你要切小 每天你要做什么 每一个月每一年你要达到什么 什么技能没有的 比如验血报告 你不会去学验血报告 铁三角 日常用品知识等等 marketing plan 全部去把它学起来 OK 你才可以持续的做forever 而且 再来 最重要的是什么 独立但不要孤立 啊 我们今天哦 你看哦 我跟Gini 跟Maxon 跟Gito 全部leader 大家都是旁线来的 但是我们会合作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帮到更多的 一起成长的 为什么 大家都是领导思维来的 都是要成为一个企业家 所以我们不断的奉献 付出 帮助更多的人 包括今天 可能你讲 杰森我要找资料啊 那些啊 你可以自己主动哦 去找资料的 不一定要等你的上线啊 或者等别人给你资料的 自己去找 哦 因为我们都是leader 然后找到资料 合作分享出去 给大家一起去共享 OK 所以在这边 最后 分享到一个东西给大家 就是 你种什么东西 你最后就会得到什么 啊 所以如果你要你的network 可以持续下去很久哦 这个师傅以前一直提点我们了 我也是用到现在的 如果你要你的network 可以持续下去 你不要只是单单卖产品 罢了 因为你只有单单卖产品哦 公司啊 你会找到一堆的顾客罢了的 如果呢 你今天哦 你卖产品之余 你还会讲marketing band 跟你的那个顾客分析 marketing band给他看到 有商业机会的话 他就可能会变成你的伙伴 这样子这种伙伴哦 才比较久 可能三年五年十年 当然 你要他持续下去 在这个行业成为你的大将的话呢 你一定要分享会议给他 带他去参加会议 了解系统 他就成为大将元帅 这样子你的五股将network 才会很巩固的 啊 我们 时代哦 不是昨天就出来了 也就是一路一路 从这个四个阶段 慢慢 退遍的 我以前也是顾客啊 顾客过后我了解了 这个事业机会 我就开始来做伙伴 然后呢 我就参加很多的会议过后呢 我就有一个梦想 我也想要成为一个领导 我就学习领导该有的东西 然后系统啊等等 所以哦 如果你想要持续下去 你的network很大 一定要把这个记得好好来 好不好 如果get到的话哦 来给我一个六好不好 啊 如果你想要你的团队哦 里面全部都是很多的大将 跟元帅的话哦 有个六 啊 啊 哎 六六六啊 哇 yes 谢谢大家 都喜欢吗 对不对 都想要吗 对不对 你想要的话呢 sorry 我就问你 接下来的问题哦 你的intention哦 有多大 你的渴望度有多大 你是要还是一定要 还是很想要 来 在check里面打啊 你是要一定要还是很想要 来 我看大家是哪一个阶段好不好 哦 像这一个哦 你看这个人够饿吗 must have 一定要嘛 对不对 这个人我相信也是饿了两三天了 现在很想要操东西了 OK 死都要 哈哈 没有错 你要做很大 你要很长久的network 你的big y你的饥饿度啊 一定要很高的 一定要的 OK 所以你一定要的时候呢 你要做什么呢 啊 记得啊 现在开始要做很重要的东西啊 你就是要很清楚的目标设立 因为今天你没有很清楚的目标设立的话呢 你会飘掉的 你知道吗 那个月球啊 以前他们发射那个卫星去月球啊 太空人去月球的时候哦 他的距离是直线的嘛 对不对 但是哦很多人没有发 后来去看哦 那个轨迹哦 他的那个火箭飞上去月球的时候 是左摆右摆 左摆右摆的 你知道吗 一直左右左右 他们一直调alignment的 他可能会偏了了 可是还要来回来 然后朝着那个月球的方向去 最后才达到的 他不是直线这样子冲过去的 OK 因为我们一定会遇到了 这样子的情况的 所以呢 你的目标一定要设立出来 所以今天这边哦 做一个exercise给大家哦 等一下我们会做小组group的一个 一个活动啊 大家要去 再用最短的时间 设立一个简单的目标 OK 所以呢 设立目标什么 第一你目标要大 一定要大目标先的 要够长远 好 可能你讲 我想要赚20千 OK 要够要够 要什么时间做到 而且要够明确 好 然后呢 很多的大目标 一定是切成很小哦 一起集中起来的 所以通过我们后面的incentive 大家我秀给大家看 OK 你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然后 你目标越清楚 等一下你们去设立目标啊 你越清楚的时候哦 你自己做下哦 你就可以好好集中你的火力哦 去朝你这个方向去的 啊 啊 然后你才会有那个动机吗 你才会有兴奋度啊 每天起来哦 才是兴奋美丽那种感觉的 不会每天起来像爱西麦西这样子的 爱西麦西很多是没有目标的人来的 啊 OK 你有目标你一定会很有冲劲的 然后好消息 如果今天你设立好这个目标 你好好去跟您去做的话 恭喜你啊 几乎啦 80% normally都会完成的 啊 如果你有这个目标 OK 等一下记得一定要做好了呀 然后呢 等一下大家要做什么呢 你要很清晰 明确你要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就讲用forever来讲就好啦 OK 等一下我会秀一些incentive 大家去看 OK 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来达到这个目标 记得啊 你要拿到freedom 你要拿到财务自由等等 不是free的啊 你一定要付出的 比如 可能付出说 我这个weekend我就捨去掉我的一些family day 或者 本来是聚聚的 每个每天晚上会聚聚一个小时 你就把他一个小时 牺牲掉先 来好好做forever 你们可以去想 OK 你要想指的 愿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或者我会 决定 每一天找五个人 去沟通forever 来达到我这个方向的目标 好 记得还要写日期 哈 然后有些人会讲 我要在三个月内完成经理 的方向 也是可以 OK 你要什么期限 你来决定 先设立一个小 我们等一下 大家先学设立这个小目标先 OK 你不要说 一来就做什么了 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一来讲 我现在哦 下个月就要 或者明年我将成为GLT 那个是不确实际啊 也可能啊 但是比较少机会啦 OK 我们先把可能做到的东西 先去好好设立出来先 不要包含运气在里面啊 然后哦 记得啊 不要讲给人家爽啊 不要来取悦他人啊 哈哈 记得啊 等一下讲不是 你讲不是给Leader听爽的 你知道吗 你是讲给你自己听的啊 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啊 Every Saturday Sunday On 哈哈 没有错 好 所以呢 在这边我们等一下做一个小组讨论的话 很简单的 这个目标设立呢 大家讲指目标设立呢 你可以设立Forever有很多不同的目标设立 看你在哪一个阶段 可能你现在是一个VIP 是一个30%的Member AS的话 你就可以设立 这个月或者两个礼拜内你要做5cc 也是可以 你愿意付出什么的代价来达到这个 你要的目标 或者你已经是做5cc的朋友了 你要怎么只去达到下一个可能 Alob Ambassador 25cc 或者你在居着阶级 可能你要上AM 你要上Manager 你要Fight Forever to Drive Local Incentive Eagle CBM都可以 看你在哪一个阶段 有些朋友来已经是Manager了 你就可以去PlanEagle 或者是CBM 你要做什么东西 啊 OK 所以呢 等一下 我们的主持人Gini 会把大家break 不几个room出来 里面大家在一起 一个一个轮流啊 去分享 当然时间不多 我们有个15分钟罢了 哦 先快举手 快快分享出来 每个人一分钟的时间 好不好 哦 所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Gini 好不好 啊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yes OK 好 谢谢Jason 再次 早上 快点 好 谢谢